MAS-7219 8×8 LED 阵列的示范 我们现在要来示范的是 它亮灯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所谓的二镜位 或者是01的方式来亮灯 首先你还是一样要烧入新的韧体 点选我们的扩充积木 我们这一次是使用ESP32的晶片来做示范 我们要以使用的积木是这一个 这一个是直接显示灯号的 先示范一下 我们接的是17 18 19 三个角位 请依序接好 接好以后把它 这样就显示一个A 那我们这也是一样显示 接17 18 19 有一个执行完它会洗掉 这只是设定 设定完我们要亮哪一颗灯 那我们要亮第3 第4号这个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把它洗掉 这是亮一颗 那我们也可以亮一排灯 亮一排灯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这一个 第一个灯 第几列的值是多少 那前面我们介绍说 这个是二进卫的值 255是最大 255是亮整排 亮一整排 那为什么亮255是亮一整排 是因为它从第一 这是一 255是一 全部都是一就对了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跟零来表示亮灯呢 好 我们现在做的示范就是这样 假设你需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显示 先打一个数字b 让我的程式知道说 我们开始要用零一来表示 比方说我要一颗一颗亮 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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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八个LED亮灯的状况 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它就是零一零一零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 显示的方式是怎么样 假设我们只亮两颗好了 零一 好它从这边开始算 好从这边开始算 好列的时候 它是从这边开始算 零一的话 实际上这应该就跟显示 数值是 二是一样的 好我们 我们先把它清掉 把它显示 直行零一 它是不是一样亮这一个 好 这第一颗灯是 二经卫的一 好这在一零的话 它这个就是二的意思 好所以 它显示的方式是 从左边开始显示 开始用二经为算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逼前两颗不要亮 亮两个 然后洗两个 再亮两个 好这样就可以一次显示 一排 按照我们的 想要的 想要的状况亮灯 那这边可以显示几列 假设我要第一 第一列 好第一列就是下一列 这是零列 第一列 第一列 第一列我们希望怎么样 可以自己去调整 那我希望 前三个 前四颗灯是亮的 后面如果你不想亮 这样是可以省略不写的 好 那我们这样 好就亮前四颗 那你可以就可以利用这样方式来 好 达到自己显示要的图案 或者是文字 也可以亮灯的状况来做 好这个是使用 文 01的方式 或者是说 你想教二经卫 好 教小朋友 教学生算二经卫的算法也可以 使用01的方式来亮灯